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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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个你要买的是一个二手房 那这个二手房你要买的是什么呢 从哪里买到好的价钱最重要 一般上其作要出售的 或者是他不懂得怎样管理药 他不懂得怎么使用的 那么这个就是你要去找出来的二手房 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过要还是因为 到底房地产还是有一个叫做组合管理 组合管理里面你还是必须要有低风险的 虽然说我们去找高风险 我们去找就是比别人不懂我们懂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要一个低风险的 然后第四呢你就可能要成立一家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呢你可以买十套 二十套甚至五十套的房子 Gavin老师 其实我已经看过了几个项目 但是目前我还是觉得我的资金不足 那我们可以策略一下 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足够的资金吗 全世界买房的人没有一个资金够的 那么你现在就要想怎么样找出这个资金 第一点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 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房子 你就可以找所谓的伙伴 那么第二呢 你还是必须要有这个号召的能力 这个号召的能力就是你可能 我们通过8%你找到十个人 找到二十个人一起买这个 那么当然我这边我们可以跟这个 代理或者是跟发展商 来一个所谓的提供费介绍费也好 那么这个介绍费比如说时间 一样的你买了这个时间 你要给这个朋友 第一是一定要买对方子 第二你还要给他特别的优惠 这个是要靠谈判 那么你即使一个人给你一或者是两个点 比如说两% 十个人你就二十个%了 那么二十%的资金就不用处 你如果贷款得到八十 基本上你不用处的 所以今天你要面对问题 你要解决问题 你不能够说假 作为一名投资者 我没有能力 我没有钱 我们是投资者 投资者就是要想办法 投资者就是本来就没有钱 所以才要投资 好 凯辉老师 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 那我现在就去做功课 去研究你所说的 好的 Cindia姐 听说你有兴趣 去投资Mont Cara的公司是吗 是 我对Mont Cara也蛮熟的 你过来看一下这边吧 那个韦光 他也是在这边买了一间 最好 谢谢你 韦光 我们到了 你们来了 这位是我的朋友 陈欢 Eric 你好 我是来自中国西安的朋友 然后这次和我大哥来学习投资房地产 Eric是这里的经验 但是 Eric 去上一下吧 好 这个就是KL Metropolis 它在大吉隆坡计划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型发展项目 它其中重点很像有 这个全东南亚最大的会反中心 也有这个一百层的高楼 Hatimon Cara其实就在这个 大型的这个项目里面的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展示室 这个项目确实不错的 回去可以跟我太太商量商量 商量哦 好的 走吧 那今天Denis身体不舒服没有来参加我们 这几个月来我们在研究过了几个项目 第一项我们看过了很多是榴莲园 榴莲园的投资是一个新的潮流 那么第二呢 我们也研究过在市区附近 就好像我们在澳洲 澳大利亚 很多在市区附近 但是又有原始的森林 或者是说一些大自然的景色的 那第三个呢 我们也谈到一栋楼 这栋楼里面还有大概五六十套的公寓 还没有卖出去在Cyber Jaya 那之前我也做过蛮多这样子的投资 不一样的投资模式 我们也看一下能不能 整理出一个策略来投资 那第四呢 大家都比较兴奋的 就是做一个发展商 那我们跟我们的节目很像 就是 Anyone can be a property developer 那第五个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可以谈一些叫做 我们市场上非常流行 叫做团购 那团购我在八年前 十年前开始做了蛮多 甚至在二十多年前 我们也做了一些小型的团购 房地产投资不是个人的一个事情 它个人的投资基本上它是有限制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企业化 以团体的投资呢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到很多倍 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像你说的 很多时候呢 就是以个人来说呢 是真的是很难 如果是结合我们八位 甚至是更多的人 然后成为一股力量的话 这样子对于投资房地产呢 我们就可以投资的更大的项目 就是说把这些人带进来 然后他们本身有投资 这样他们就有一个参与感 有了参与感 他们要把它赚钱的 这样他们会出多一点那个力量 出多一点他们的知识 好的 现在我们还有 就是我们首先来谈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如果我们投资榴莲园 那我们要做的当然是不一样 我们是什么 投资者 我们是投资者 我们要看的是成果 我们就要有办法 就是必须要通过比较取业式的一个收购 或者是参与 或者是年龄 然后把它搞成一个比较大块的一个发展 然后比较搞到一个比较专业 而且收入的来源是必须要多方面 包括旅游 包括食品 包括这个榴莲 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 这样当然第一 我们降低风险 第二 我们甚至降低输出口的那个费用 我们把那个榴莲送去中国 大好不如我把所有的中国人 来到我的榴莲园里面看榴莲 对 像Gavin老师这样子说 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 其实在国外也很流行 然后你说把游客带来 那游客带来他不只是要看那个榴莲园 所以我们其实马来西亚很缺乏的 就是榴莲博物馆 我们可以在那个园区那边 有设立一个小区 是榴莲博物馆 然后游客过来参观了那个榴莲园 也可以去博物馆去看一下 然后再卖一个榴莲的周边产品 台湾有类似像这样子 我们都称为主题馆 就是说我们建一个麻糬主题馆 就是说我们今天 在卖麻糬的过程当中 同时让你看到所有的制成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会呈现这个商品 给观光客来看 它可以顺便品尝 可以了解它的制造的过程 大家都讲对了一点 就是我们寄到澳洲 寄到法国 寄到葡萄园 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 就可以买到葡萄酒了 我们的投资肯定要半十倍 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研究吧 好 其实再看回现在这几年的行情 基本上都百月萧条了 都开始下滑了 那个葡萄园 现在就唯独是看到的就是旅游月 每一年是超过 算千万千万的旅客涌进来的外资 但是我们将近平均就是 我们去到一个国家 最重要一样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吃 如果那个地方的吃都不适合我们吃的话 再好玩的风景 再好玩的地方也不会说 太有太大的兴趣 因为吃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去到外国都好 我以吉隆坡为主 吉隆坡真的是一个美食先堂 不管你是中餐 西餐 日本餐 韩国餐 你讲得出来的 包括奥拉波餐 它都有 一个餐厅它是成功的话 它会连带到旁边周围 店 屋 各方面的租金会上涨的 如果那一区的话 没有什么东西吃的话 它的租金 各方面卖的价值 或者它的价值 都是一般 你可以讲一下 一个没有这些著名的餐厅在里面 和一个有著名的餐厅在里面 那个价值的分别在那里 你在房地产投资不再孤单 OneBelcony 陪你探讨房地产 一台手机 一个APP 带你走进投资的世界 想要比他人更了解 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吗 OneBelcony YouTube平台等着你 带给您最新最强的好料 拿起你的市值 马上按一按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 我们会让你货起 更多的房地产好视频